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周董周杰伦不开心了 发文是四人形成歌迷 别这么做周杰伦 周董 9日从大陆北京飞加拿大温哥华 10日下午1点 对于老婆昆灵碰面 两人和好友在Nodes中喝咖啡 被粉丝捕获 行踪也曝光 而周董14日又得回大陆南昌开场 得知消息歌迷特意到机场送鸡 不过此举却让他不悦 今日发了Instagram和大家喊话 周董今天早上在社群网站发文 温哥华的歌迷朋友 我们不要来接机送鸡窝 还撇出笑着吐舌头的斗具图案表示 歌不喜欢这样 解释 如果是演唱会当然欢迎 但最近都是私人行程 更哭笑着说 所以就让我虽远在街角遇到吧 周董自曾开创社群网站后 常常会发文和粉丝互动 还分享自己的摄影集 日前拍了一只在湖面上 展示高飞的鸟 并用英文字夸 in such a an awesome photograph 而我真是一位很棒的摄影师 只不过 他的英文还要再学习 网友纷纷在下面 就正是an awesome 阿娇惊爆被贺君祥瞧葬话 皆当众受辱内幕 港青中心童 阿娇 前阵子来台与贺君祥搭档 主演曲有宁指导的新系动物系恋人啊 两人原本相处的还不错 曾一块去逛夜市 不过 剧组爆料 杀青前几天 阿娇中途飞往中国参加商演 再赶回来拍 因过于疲累 剧本没被好评NG 搞得贺君祥骂脏话 阿娇日前来台Long Day 近三个月拍摄此剧 但后期因请假赴中国成都等地商演 飞 来飞去 剧组人员透露 在九月底 十月初杀青的前几日 某天阿娇刚上演结束房底剧组 舟车劳顿过累 确实没把剧本背赎 导致NG数次 跟他对戏的贺君祥受不了 最后当众骂脏话 阿娇自责加上受辱 哭了起来 这件事领到了杀青酒上 大家还在窃窃私语 求证导演 曲友宁 他说 那天我没有听到也没看到贺君祥有马脏话 但阿娇又哭 他事后有传简讯给我道歉 说真的是太累 所以 此没有背好 我说没关系 休息就好了 之后都拍得很顺利 会不会贺君祥因对戏评受干扰 才会对使不对人的近距离 脱口说出藏字 曲友宁说 这我就不知道了 至少最后杀青时 他们还是好好的 还互相拥抱 针对此事 贺君祥透过发言人否认 合作得非常愉快 不需要渲染不实的传言 周董周杰伦不开心了 发文是私人形成歌迷 别这么做周杰伦 周董 9日从大陆北京 飞加拿大温哥华 10日下午1点 对于老婆昆灵碰面 两人和好友在Nodes中喝咖啡 被粉丝捕获 行踪也曝光 而周董14日又得回大陆南昌开场 得知消息歌迷特意到机场送鸡 不过 此举却让他不悦 今日发了Instagram和大家喊话 周董今天早上在社群网站发文 温哥华的歌迷朋友 我们 不要来接机送鸡窝 还撇出笑着吐舌头的斗具图案表示 歌不喜欢这样 解释 如果是演唱会 当然欢迎 但最近都是私人行程 更哭笑着说 所以就让我虽远在街角遇到吧 周董自曾开创社群网站后 常常会发文和粉丝互动 还分享自己的摄影集 日前拍了一只在湖面上 展示高飞的鸟 并用英文字夸 我真是一位很棒的摄影师 只不过 他的英文还要再学习 网友纷纷在下面 就正是 阿娇 阿娇惊爆被贺君祥瞧葬话 街当众受辱内幕港心中心童 阿娇 前阵子来台与贺君祥搭档 主演曲有名指导的新戏动物系恋人啊 两人原本相处的还不错 曾一块去逛夜市 不过 剧组爆料 杀青前几天 阿娇中途飞往中国参加商演 再赶回来拍 因过于疲累 剧本没被好评NG 搞得贺君祥骂脏话 阿娇日前来台Long's Day 近三个月拍摄此剧 但后期因请假赴中国成都等地商演 飞来飞去 剧组人员透露 在九月底 十月初杀青的前几日 某天阿娇刚上演结束房底剧组 舟车劳顿过累 确实没把剧本背署 导致NG数次 跟他对戏的贺君祥受不了 最后当众骂脏话 阿娇自责加上受辱 哭了起来 这件事领到了杀青酒上 大家还在窃窃私语 求证导演曲有宁 他说那天我没有听到 也没看到贺君祥有骂脏话 但阿娇又哭 他事后有传简讯给我道歉 说真的是太累 所以词没有背好 我说没关系 休息就好了 之后都拍得很顺利 会不会贺君祥 因对戏评受干扰 才会对使不对人的近距离 脱口说出藏字 徐又宁说 这我就不知道了 至少最后杀青时 他们还是好好的 还互相拥抱 针对此事 贺君祥透过发言人否认 合作得非常愉快 不需要渲染不实的传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